北京时间9月8日,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举行的同时,国际评联也公布了今年年终总决赛的举办地点,年终总决赛加上年度颁奖,都定位在韩国的人川。 而根据国际评联的规则,巡回赛积分榜单,必须排在前16位且参赛次数至少超过5次。 女拼这里携手5大世界冠军,提前锁定年终总决赛的参赛资格,而男拼这里仅许新一人提前锁定。 先说女拼,截止8月份的保加利亚和捷克公开赛后,巡回赛女单单打击分榜上国拼,共有7位选手榜上有名。 其实王曼玉以1525积分位居榜首,老将刘诗文和丁宁,位列第三和第四,陈姓彤和孙颖莎分别。 以426分和416分排在第12和13,这里女拼五大世界冠军,由于参赛次数都达到5次,提前锁定年终总决赛参赛资格,但国拼仍有两大世界冠军虽榜上有名但参赛次数不足,从榜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冠军朱玉玲和陈孟参赛次数近位3次。 自然接下来的瑞典和奥地利两战公开赛他们不能缺席,而竞敌日本方面由于贯彻抢基本战略抽期率相当高,石川家纯以1520积分,9次参赛次数排在第2,天才选手伊藤美城参赛次数也多达9次。 或许这次的拼连年终总决赛里,国拼选手将再次被我们上演抗日大戏,让咱们拭目以待,而对于男拼来说,情况可能就没有女拼这边舒服乐观了。 虽然许欣、樊振东、马龙三大国拼主立分,别位居前三,但仅仅只有许欣一人参赛次数满5次,而抬在第4的是日本神童张本志和,张本志和以801积分8次参赛提前锁定,不仅如此林高远、梁静坤、刘定说也必须参加这之后的公开赛, 而最遗憾的当属福建新兴郑裴峰,郑裴峰在此前的捷克赛,一路黑到底夺得个人生涯首冠,但参赛次数仅两次,即使打满这之后的两战公开赛,也没能达到5次的条件。 但对于樊振东和马龙来说,能不能出战接下来的比赛,还要看身体恢复得如何。 樊振东由于在亚运会期间的封闭训练,中得上了湿疹不敢轻易用药,且宣布退出了昨天的全国锦标赛回京治疗。 而对于马龙来说,因为伤病和年龄的影响,他已经宣布退出今年的世界杯,年终总决赛对于2020年奥运文票至关重要。 北京队也请来朝夕相处,得秦志俭照顾马龙,这里希望马龙和樊振东都能好起来,并打出属于自己的表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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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